大雄大力大慈悲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全世界正启动 启动人类本剧组 一切战争是因为我们的人心 所有的虚惊病毒更是我们的起性动念 我们如何在整个茫茫雾雾 从人生活者来到地球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最好的旅行者 乘起何时我们都忘记了 我们是来经验 我们是来体验 我们更是透过所有这些种种的幻象的妄念 来做大慧敬 从过去的我们所知的 不管是现在所有的媒体说的亚特兰提士 或者是我们苏美尔人 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法老 也就是金字塔当中 还有很多像万里长城 甚至我们所有过去针对 一般人类无法做到的 这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星球 甚至针对所谓的哥白尼也好 到我们中国文化下 我们所理解的唐宋元明清 其实都是要让我们去了解 这些都是一个像电影 都是在我们人类的细胞的记忆的基因里面 不管是神经胶脂细胞也好 还是我们的海马会也好 这些都是不自觉的从这个无际性 或者是从原心所架构出来的 我们今日非常感恩 透过我们无边无际的妄念 我们如何统一起来 创造我们每个当下的十项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东土 也就是从中央 我们代表东方是深深不喜 只要我们愿意懂得了解 我们都是旅行者放下所有的固执 固模的这一些我知我见 了解一切都是在每一个当下 只有当下才能够去创造十项 要是全部有七十三亿人口 人们的念头都是一个合一 一个亲近的 那这个所有的维持空间 因此而打开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阿弥陀经说的 十万亿国度 代表是十万亿个念头 我们种圆 收圆起来之后 代表所有的念头都在亲近的 从无量光 无量寿 代表真正的灵性 是不会死亡的 代表光 光它就是这个表达 寿命也好 所以我们都只是因为文质的问题 造成我们现在历代的文质的障碍 知识障碍最可怕的就是文质了 所以我们会回到整个的中途 了解到从过去的甲骨文到现在 所有的文质都是要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到 都是要让我们去明白的 所以真正宇宙的符号 其实就是在心灵神会 只有在人体里面 从我们的坛中的这个神道穴 灵台穴 也就是我们人所俗称的高荒 这整个平行的十字架了 所以我们愿意好好的静下来 重新来砍救 我们生 为何而来生着生存生命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透过在太平洋当中 一望无际的 从今日的这些 物理看花 越看越花 我们是否能够让自己沉淀下来 透过真正的万里晴空 透过我们所谓的 不管俗称叫大日如来也好 或者叫做上帝 或者是阿拉 或者叫天公 或者叫一皇上帝 或者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主神 马祖 万圣帝君 其实都是在表达一句 叫做什么 觉知觉醒 所以我们在华夏 我们就叫佛的仪式 也许祈愿今日呢 我们透过在 武功之前的花絮 人们活着就是为了 这个吃 这个吃就是我们有设身 我们有这个假的肉体 来找回真正的生死了 好 我们期盼今日呢 能够透过武功的花絮 能够让每个人创造生命的奇迹 一切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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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